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开始今年第一次的新人门徒训练 我们开始祷告 主耶稣我们把今天的聚会 更是把我们这一年的门徒训练都交在祢的手中 主要成为门徒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向耶稣 主要帮助我们在这里所学习的 不光只是一些真理上的认识 更是让我们这一切的真理能够变为实际 能够从我们的生活里面活得出来 每一个题目都求祢祝福 每一个信息在这里操练的也都求祢来祝福我们 让我们的心愿能够化为道成肉身 能够真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 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 这是我们今年的第一讲 我想我在写信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过 本来计划是今年的第三季 第三个quarter我们新的门训就要结束 但是同工们的交通跟我自己的祷告 我都觉得我们把它稍微延长到年底才结束 我们整年都做门徒的训练 像我刚刚祷告所讲的 整个门徒训练最重要的目的跟关键 是要叫我们被改变的向耶稣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我们今天不光是我们今年的第一堂 也是我们进到第三个阶段 就是讲到被改变的关系 我们一共分成四大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有八个题目 讲到成为耶稣的门徒 第二个阶段讲到被改变的生命 我们讲了九堂 这一次开始进到被改变的关系 我是很多年前刚开始进中国的时候 就有人跟我讲 在中国很流行的一句话叫做 有关系就没关系 你们应该比我听过更多 当然讲这句话的时候 那个意义是消极的 就是你如果人际关系很好 你走后门的话 你打好关系的话 那很多事情就没关系 上面有政策 下面有对策 所以总是有出路的 但是讲这句话的是一个传道人 他特别提醒我们 他说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 当你跟神的关系很好的时候 不是巴结讨好的关系 是你真正爱他 讨他喜悦的关系 这样子的一个人 他不管在人生里面碰到什么风暴 不管在人生里面碰到起起落落 你会发现这些环境都不会伤害他 真的是跟神有很好的关系 我们就没有关系 在讲这个被改变的关系 不光是transform life 我们的生命被改变 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定要被改变 我是不知道弟兄姊妹 你如果给你自己跟神的关系打分数的话 一到十你会打几分 你自己花个几秒钟给自己打个分数 到底你跟这位神 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看他 他至高伟大 宇宙的主宰 你跟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他是最爱我们的救主 为我们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 用他的命救赎了我们 在这个爱的关系里面 你跟他又是什么 主耶稣又说 我要称你们为朋友 从最知心的朋友的角度来说 你跟主的关系又是什么 从他给我们的应许 他天天跟我们同在 同在到一个地步 他不光名字叫以马列利 他与我们同在 他根本就是内住的基督 让我们活着不再是 我是主 那我们跟他的关系又是什么 你自己给自己打分数 打完以后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称他为主 我们在教会中 我们来侍奉主 可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平常的思想里面 在我们平常的感情感觉里面 好像他不够那么真实 好像不够他那么样子的 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曾经碰过一个姊妹 当他在将近五十岁的时候 他被神整个扭转过来 他遇见神的同在 他进入神的同在 他浸透在神的同在 在他最后的三十多年里面 他对我影响非常大 他很多的信息都很简单 可是他跟神的关系 就是这么轻 他年长得癌症 我去看他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他跟你一面讲话 他一面跟神交通 他在书上要给我提一节经文的时候 他就一面说 主耶稣 我要给我的弟兄哪一句话 请你告诉我 他就是anything 任何事情 他就跟主活在交通的里面 他说他这一生里面 被主这样摸着以后 他只有两次离开主的面 一次是傍晚天气太热了 吃完饭想出去散步 没有问主可不可以就出去了 听完以后我都吓死了 我想这样子跟神同行的人 不是圣经上有的 是真正在我人生中 我看到了 而且他那样子的吸引我 影响我 这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 他跟神的关系 真的就是十分了 九分九点九好了 那你就发现神跟他之间 是低手的 是真实的 是活泼的 是很亲密的 是非常实在的 那我们跟神的关系 真的差太远 常常我们都是在难处中找他 常常我们都是在失败 跌倒 吃苦头的时候想到他 常常我们是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 我们感受到他 可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可能跟主的关系 是非常非常的遥远 所以在我们讲被改变的关系的时候 我想我们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希望 余弟兄 你赶快讲怎么样跟主更亲 怎么样子与主同行 怎么样子活在神同在中 这些题目都很重要 但是在讲关系的时候 原谅我 我先讲第一个 就是要让主居守卫 这是要建立关系里面 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题目 如果我们没有操练好 我们没有摆对位置 你光想要去亲近他 光想要去享受他 那弟兄姊妹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还是活在感觉里面 活在感觉里面 活在一些主观的享受里面 而不是真正让主举首位 把他当作主 来侍奉他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 让主举首位 我记得2012年 你看转眼这些两年了 我们那一年的新年特会的题目是什么 我都已经把答案写给你们了 让主举首位 两年前 exactly two years ago 我们讲让主举首位 那时好像是编波波来 我们一起讲的让主举首位 我那时特别跟弟兄姊妹讲 我们知道头 是我们整个人很关键的地方 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也讲到他是我们的头 一个失去理性的人 或是一个不接受头来管理的人 他会怎么样 他任意妄为 他随着他的私欲 随便就是任意妄为 所以他是一个充满危险 甚至疯狂 这个是很随意的 那这样子的人是一个失控的人 你碰到这样子的人 你会远离他 对不对 在马路上大喊大叫 在马路上脱衣服 你就知道这个人失控 开车根本不管红绿灯 或者闯乱撞人 你知道这个人发疯了 你会远离他 这是一个失控的人 那同样的 如果一个人不让基督做主 虽然我们外面没有这样子一个人 好像一个理性失控的人 马上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反应 但是你的生活真的就会失控 不让基督做主 他一定是失控 同样的 一个不让基督做主的家庭 是一个失控的家庭 你发现家人之间的关系 常常会有很多的征战 很多的混乱 孩子也很容易被抽屉堵去 一个教会 不让基督做主的教会 它也是一个失控的教会 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我想我们感谢神 给我们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在一起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弟兄姊妹得救的就在这个教会 所以我们没有看过外面混乱的情形 你没有看过别人开侍奉聚会的时候 是拍桌子开的 你没有看过别人在台上讲道的时候 底下有人弄番茄炸上来的 我通通都看过 你没有看过那些茶经班 弟兄姊妹在茶经的时候 都在谈你在用什么化妆品 最近YouTube什么好看 或是我们最近去哪里玩 什么酒好喝 什么车子是最好的 几乎里面四分之三的时间 谈世界的事情 四分之一交差了事 把今天经文带过去 这些都是现在今天教会里面 到底基督是不是居所谓 如果不是的话 很多的地方都会出问题 所以把主如果摆对的位置 不管我们这个人不会失控 不会带来很多的伤害危险 不管个人家庭教会是这样 当你把主摆对位置的时候 真正蒙恩蒙福的其实是我们 等一下在结束的时候 我后面有讲过一句话 我说让主居首位 的确是要付代价 但是不让主居首位 代价更大 因为这是一个失控 这是一个混乱的人生 这是一个失控 这是一个混乱的家庭 这是一个失控 这是一个神 不能够得到满足的教会 所以我们要回到主的面前 把主摆对位置 每一个人都知道 主应该举首位 对不对 谁敢讲说主不应该举首位 你举手好不好 我相信我们中间 没有一个人敢讲 因为美国买不到暴胆 不敢讲的 没有人会讲的 而且我也相信 你不是不敢讲 你真的就是觉得 主本来应该举首位 但是关键是在于 到底有多少人 真正让主举首位 而神所希望的是 让基督在凡事上举首位 你却把圣经所有的凡事 找出来以后 你就晓得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跟神所要的生活 差远了 在这里讲到凡事上举首位 你今天不管懂多少道理 不管今天我们有多少的恩赐 我们信主的年日有多少 那么我们有没有让主举首位 其实从最平凡的小事 就可以看得出来 例如说我们讲聚会准时 你跟我讲再多的道理没有用 你聚会每次都迟到的话 已经出问题了 已经出问题了 你真的不用讲别的 很小的事情 连不信主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 真的 以前也是下大雨 有一个爸爸去接他孩子 一路上爸爸在那里面讲 第二天老师碰到这个孩子就说 昨天下大雨 你爸爸来接你以后 他到底在讲什么 我看他很激动 那个小孩子就跟老师说 出野话可以讲吗 老师说 当然不可以讲出野话 他真的这样 我爸爸什么也没说 一路上都在骂 孩子都看在眼泪 对不对 有一个小孩跟他们教会的牧师 他越来越不肯爱主 不肯来聚会 牧师就来问这个孩子 他说你怎么了 他说我看我爸爸那样子 我就不想信耶稣 他爸爸是教会的执事 站在台上鼓励弟兄姊妹 一定要好好读圣经 每天要有灵修生活 每次站在台上可以带聚会 可以带泄饭 他说我的爸爸在家从来不读经 我的爸爸在家 一天到晚泡在电视机前面 我的爸爸在家里面随便发脾气 可是他来到教会的时候 没有人看得出来 他说这样子的信仰 我为什么要信 我们什么事情都准时 孩子去学校不可以迟到 不可以迟到 家长会要参加 儿童主义学 不是儿童主义学 中文学校program要参加 小孩子的birthday party 一定要去 但是教会可以不要来 教会可以不要准时 孩子从小就知道 神不是神 如果神是神的话 爸爸妈妈不会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虽然没有讲什么道理 我们天天都在传递信息 所以当我们不让主居首位的时候 其实我们整个的生活是不蒙悦纳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是混乱的生活 我们的家庭是混乱的家庭 我们的教会也一定有很多的问题会出现 可是你反过来的时候 八珠百对位置 什么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题目 讲要跟神建立起对的关系 第一件事情 我们必须先回到一个很真实的问题 到底他是不是神 到底主是不是主 罗马书第一章里面 在责备世界上的人犯的罪 他讲的第一个点就是 他们明明知道有神 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 我觉得这个责备 这个光照不是只是为了外邦人 其实对神的儿女们 我们都已经信神了 我们都已经称他为神为主了 可是到底我们有没有把神当作神 我这个话不是只是对你们 也是对我 所以很多的时候 当我们真把神当神 Lay God, be God 你就发现很多的难处过去了 很多的试探胜过了 很多的搅扰出去了 很多的黑暗阴影从我们身上离开了 因为我们把神摆对的位置 你在侍奉上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坚持 你在侍奉上不会有那么多的受伤 你在侍奉上不会有那么多的要求 你在侍奉上不会有那么多 属血气的表现 因为我们Lay God, be God 让主居所谓是非常重要的诗 所以我很快地从三个角度来讲 第一个讲到他理当在凡事上居所谓 就是他居所谓本来就是的 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 他永远是所谓 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 他永远是所谓 I am who I am 他是伟大的神,他永远就是居所谓 你不肯尊他为神 他才不在乎你 他一定不在乎你 他本来就是神 不会因为你不尊他为神 他就不是神 不会因为你否认他 你不配当皇帝 他就不是皇帝 那更不要说是神了 他本来就是神 所以基督本来就是万有的中心 所以在这里 我们在这几个观念上的真理上的 我们是稍微快一点讲 因为其实不是他不重要 而是因为现代的人 都需要跟生活发生关系 所以我们实行上 我们放在后面 多讲一点 在这里我很快地讲四个点 他本来就是在应该举首位的 第一个 因为他本来就是万有的中心 哥罗西书第二章在这里讲到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 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 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 又是为他造的 报不报告我们 有点报告 对不对 他在万有之先 万有也是靠他而立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手 他是原始 是从实力首先附身的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举首位 这是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到十八节 第二章第十节 他说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已经是执政掌权了 已经是地上最高的位置了 但是他又是king of kings 他本来就有的 他本来就是居的主权 第二个 他借着胜过一切的权势 成为万有之手 这个不是他原来所示的 这是他认来的 他赢得的 他胜过一切的权势 成为万有之手 一副所书第一章二十节 他说 神使他从实力复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 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又将万有扶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手 弟兄姊妹 这是基督从实力复活 他所迎来的 他是once for all 他的得胜 是不光今世的 连来世的都超过了 而且他的得胜 他的掌权 是全面的 他是他将万有都 扶在他的手下 不是小小的得胜 不是片面的得胜 不是暂时的得胜 他是全面的 他是永远的 他是once for all 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 所以我以前从今 讲过一个比喻 就是在古代的时候 王位是 传给儿子的 代代相传 皇帝或国王的位置 是传下来的 但是古代的人 他们在挑选 谁配做王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 一些武力的测验 跟能力的测验 看你的智慧 看你的聪明才干 看你的能力有多少 所以有一个太子 他明明可以理当地 可以接王位的 但是他为了要让周围的城 众城仆 心服口服 为了让百姓 心服口服 他说我愿意把我的王位 交出来 然后我们来设立比赛 不管是文武 大概他们古代的比赛 就是能够得到最高的 最赢的 他登宝座 我愿意侍奉他 所以整个出来了以后 天下英雄好汉都来了 大家各展其成 在这边比赛 打了一台 打了一台 那么这个太子 他文武双全 他过五官 斩六将 他官官得胜 让人家输得心服口服 然后他重灯宝座的时候 所有的人对他心服口服 这是他赢得的 那么基督本来就是 给父同享荣耀 他本来就是万有之手 万有是借他造的 是为他造的 他远超过执政掌权的 但是他本来就是王 但是他宁可 称为卢谱的样式 这个成为人的样子 称为卢谱的形象 来到人间 他为我们下到 在地上的生活 在每一个环境里面 他带着人性 他完全得胜 撒旦心服口服 当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整个黑暗的权势 他借着死 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 撒旦输得心服口服 所以诗篇第八篇说到 叫报仇的 哑口无言 从前基督的得胜 是靠着神性 祂的荣耀 撒旦输得不服气 他说因为你是神 等到基督成为人 本与神同等 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须己 取得卢谱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子 既有人的样子 就存心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是他一路降 一路降 而且在凡事上得胜 所以父神用右手将他告举 他不光从死亡里面出来 借着死 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 当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以佛所书告诉我们 他把一切执政掌权的都掳掠了 这是他赢得的 所以第二个讲到 他胜过一切的权势 这是他恩来的 第三个讲到 父神看见他 这样子满足神的心 完全得胜 所以父神立他为主 为基督 使徒现在那个 我们就不读了 第五章跟第二章 我们读菲利比书第二章 这里讲到 神就将他升为至高 没有可以比他再高的 没有可以比他再高的 今天唯一敢再比他高的 是我们这般蒙恩德 这是我们堕落的人类 放弃 把自己放在他更高之上 其实神已经早把他 放在至高之处了 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外民至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欺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那么第四个 前面讲到 他借着他的能力 借着他的得胜 他赢得了这个守卫 第四个 他是借着他的爱 借着他美丽的生命 来赢得了神儿女们 对他的爱跟甘心的降服 所以 哥尼多后书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 他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我们想一人去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他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乃是为 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所以我们今天愿意顺服主 愿意让主举首位 是他的爱 折服了我们 他的爱激励了我们 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 愿意从心里面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保罗在这里 各多西书三章二十三二十四节 他说因为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必得着基督为赏识 你们所侍奉的乃是谁 乃是主 基督 他是用他的爱 折服我们 让我们甘心地称他为主 为基督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 在这里给大家看见 他理当在凡事上 举首位 我们现在来讲到 我们实际上的实行 我们怎么样子 能够让基督 真正在我们的生活中 能够举首位呢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 都很承认 在让主举首位的功课上 我们没有学得很好 虽然我们口称他为主 我们唱诗称他为主 我们祷告称他为主 可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还是不够 我自己传道人 我都觉得很羞愧 因为太多的事情上 很容易就自己做主了 很容易就让这个世界的观念 在这里影响我们做的决定 所以我们怎么样子 能够在生活里面 很实际地让主举首位呢 我简单地提三件事情 第一个要真正知道 他的主权和他举首的地位 我刚刚讲的 大家道理上都赞成 赞同跟真知道 就是不一样 我想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在哪一家公司上班 你的老板或是公司的要求 公司的文化 都会影响你上班的态度 我打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在矽谷工作12年 我在私人公司做过 我在美国最大的银行 Bank of America做过 我在国防企业里面做过 我在私人公司做事的时候 公司里面根本不在乎你几点上班 他只在乎你把事情做好就好了 所以在我们那边上班 你可以九点钟去上班 你可以十点钟去上班 有人中午才来上班 有人是下午才来做到半夜 你只要把工作交给你的事情做好就好 可是当我到国防关系企业公司里面 去做事的时候 我们里面的要求 七点半一定要到公司 所以当我在这里换一家公司的时候 我一定知道我新的主人 我新的老板 我新的公司的要求 我就一定自然就会照着他的要求 我就不会像我从前的私人公司 我可以十点去 我可以十点半去 我可以随心所欲 我去的就是不一样 所以几年前我在参加一个conference的时候 我忘记他名字了 他举了一个例子 Francis Chen 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他那天在San Diego 因为我们大会是在San Diego 他说他跑去San Diego旁边的训练基地 海军路障队的训练基地去参观 他说他一进去的时候 他里面的感触就很深 他们这些老兵在训练这些新兵 因为每一次都有新兵 刚刚来 把你头剃掉 然后给你穿军服 然后给你邀请 他说对他们言得不得了 这种刚进来的各式各样 这个人从外面第一次进到海军路战队来 哇 他们下马威 给他们折磨他们 训练他们 然后那个班长第一天就告诉他们 你一旦跨进这个门 你就lost your identity 你再也不是你自己了 你没有你自己了 你来到这里 你就是属于国家的 你就是海军 你什么事情都要听话 什么事情都要照着我们的要求 你已经没有你自己的identity 你没有你自己的这个什么 那叫什么 身份 你没有自己的自由 everything 就是follow instruction follow order 你就是听命 不然你就不要进来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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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里面没有真知道他是主 或是我们没有真正地在这里 很任性地把主摆在一个改摆的地位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在上一堂信息 引用这个蓝长老讲的 《路加福音》十七章 这个七到十节 讲到一个侍奉主的人 他要做的事情 不是根据自己的兴趣跟喜好 乃是主人的要求跟家里的需要 他要耕地 他要放羊 他要回来赶快给主人预备饭 他要伺候主人 知道主人说你可以走了 所以这个主 他必须真正知道主人要的是什么 要照着主人的喜好去做 要照着家里的需要去做 不是根据自己的喜好 不是根据自己时间的方便 我放羊放了一天都累死了 我耕地耕了一天 今天太阳这么大 我回到家 你应该是我休息 结果主人说 你现在赶快给我预备饭 所以不是根据自己的方便 今天你在光这个点 你就知道 在我们很多的侍奉里面 我们根本没有搞清楚 谁是主人 谁是仆人 我们只要不方便 你要叫我服侍 连门都没有 所以我们的弟兄的见证 我非常感动 82年生一个孩子 83年生一个孩子 84年生一个孩子 一年一个孩子 可是带着三个小朋友 去接baby sitter 参加祷告会 有会必到 从来不缺的 兄姊妹 这是一个认识主人的人 我在听她见证以前 我自己以前讲道也讲过 我到很多地方去讲道 甚至接待我的家庭 早上去聚会的时候 只有先生陪我去 姊妹不陪我去 我说为什么不一起去 她说孩子还在睡觉 她什么时候睡醒 他们什么时候来 我现在就不晓得 到底是月亮 应该照着太阳转呢 还是太阳要绕着月亮转 你知道我意思吗 为什么要孩子 几点起床 几点去聚会呢 为什么从小 就要养成这个习惯呢 到底谁是主 我今天看电视 看到一半 这个电视还没完 或者football 看到一半还没完 聚会迟到一点 没关系 那么到底谁是主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让主居守卫 我们知道 可是我们不真知道 当年在生活里面 他是不是举首位 所以这是一个 要真知道 他是主 不光我前面所讲的 这个真理的部分 要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要向神祷告 主啊 你帮助我在这个点上 能够越强越好 越来越认定 我是仆人 我是属你的 你是我的主 不光在地位上 在权柄上 你是我的主 你也是我生命的主 你要结束 我在地上的生活 随时你都可以结束的 所以为着你给我的每一天 我要带着感恩的心 为着你还留给我的时间 机会 恩赐 财干 金钱 各方面 主 我愿意在你的手中 被你来使用 不光是知道 要acknowledge 他的权柄 他的守卫 不光只是know 要acknowledge 要认定他 第二个 我们就学习 照着圣经上说 在凡事上 当然这个很难 我们也不可能一下子进到凡事 但是至少我们要开始让这件事情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更多更多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运用 包括了我们的家庭生活 因为既然讲凡事上 家庭生活 我们教会的生活 我们的侍奉 在一切的人际关系上面 在人生的抉择上面 在资源的使用上面 在孩子的教养上面 弟兄姊妹 这个我去年 就是2012年 一整年讲了二十多堂 我那天听到在Rainbow聚会的时候 还有人在讲到在人生的抉择上 那篇信息给他的帮助 我是觉得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 今天我们under God 我们尊重他 他就尊重我们 这是神借着神人去责备劳以利的 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 藐视我的必全然被藐视 今天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 尊主为大 愿意让主居守卫 你就发现神就尊重我们 而且神祝福我们 所以你看 我们昨天在MED开会的时候 牧长职开会的时候 春秋姊妹提起来 在裴明家 Julie在帮整个家在这里排 全年的calendar的时候 他们先把教会的calendar放进来 先把教会的形式力放进来 什么时候是退休会 什么时候是VBS 什么时候是同工退休会 什么时候是教会大扫除 什么时候是什么 全部都放好了以后 才开始排他们家的calendar 把家里的阅历才放进去 丁路姊妹这是让主居所谓 非常practical的例子 非常好的见证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碰到特会 大家不能参加 那个不能参加 除了我们临时call的meeting以外 我们早在几个月前就讲了 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vocation 避开教会的特会时间 不管那时候是不是有discount 不管那时候气候是不是最方便 或是孩子放假最合适 今年是定七月 记不记得July 4th 我先跟大家讲好了 我希望你在排的时候 就能够造的这些事情 我们能够愿意为了神家 愿意为了神的旨意 令我们时间的使用 金钱的使用 各方面 人际关系上 我们愿意在凡事上让主居所谓 所以那天我们跟Rambo的一些弟兄姊妹 在吃饭的时候 提起教会买会所的见证 其实有太多的事情 如果我们不让主来掌权的话 我们不会有今天的结果的 真的 那多少人劝我们 说市政府这样子为难 我们是不合理的 国会议员都是愿意帮选民服务的 所以你只要写信 打电话给国会议员 跟他们说市政府有点不合理了 过度的为难我们 那我买个会所 给我们这么多的刁难 一通电话可能就解决了 但是我们所有的同工们交通 没有一个人觉得我们要这么做 不管有多少人这样建议我们 我们通通都说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我们要依靠万君之耶和华 祂的灵方人尘世 对我说这个不是道理 碰到真正要用的时候 马上就显出 到底主有没有举首位 碰到要奉献的时候 你会想到我家里有这个需要 有那个需要 你可以有理由 而且不是借口 是真的理由 我跟你讲过 我在我辞职之前 最后一次换工作的时候 因为我的假期都没有用 有一大笔 不是一大笔 有相当的一笔钱 是我可以责换成为 Cash给我的 因为我Cash没有用 可是就在我为这笔钱 祷告计划要怎么用 因为那时候都已经快要出来服事主 而且老大刚生 老大老二都刚刚生出来 所以家里面有很多的需要 我们需要买这个 需要买这个 很多东西都没有 然后也需要存一点钱 为了他们万一将来服事主 偏偏我拿到那笔钱的时候 神对我的要求就是百分之百地要交出来 我跟神讨价还价 我跟你们做过见证 我说主啊 我讨饿报不是10%奉献 20% 神不讲话 我说40% 神也不讲话 我说一半 神也不讲话 神讲完了 神就不讲了 祂从来不给你讨价还价 一直到最后 我到主的面前跟主祷告 我说主 如果你真要这笔奉献 你让我奉献得心甘乐意 不要勉勉强强 没有价值 也丢你的脸 我说主 你对我说话 你来示范我 这个叫做逼住 我就告诉主说 我舍不得 因为家里面太多的需要 而且那个需要都不是假的 我们也不是要买奢侈品 你到我们家去 你发现我们从来没有买过一个餐桌 三十多年了 都是人家送给我们的桌子椅子 乱七八糟的 弟兄姊妹 碰到那笔钱 什么都想 孩子也要 才刚刚生下来第二个 然后马上可能主要呼召了 当然需要钱 足够的理由 但是当神说要全要的时候 我就去跟神祷告 我说主我跟不上 我家里有这个需要 但是如果你真要的话 你让我清清楚楚 干干净净的 奉献地讨你喜悦 这个羊上祭坛 从来不喊不叫的 默默无声 干干净净 猪要上祭坛 一路上尖叫的 全天下人都知道他要被杀了 我说主我希望我的奉献是甘心的 是乐意的 结果我说跟你说过 那天我开车在弯弯弯 那个时候我的教会在红木城 我从神河西开到弯弯弯 往红木城去的时候 经过Mountain View 那个空军基地 海军基地 那个Morphe Field的时候 主突然对我说话 我整个眼泪就下来 我一直流泪 一直开车 擦干眼泪的流 我说主啊 全部都是你的 我真的巴不得 我有更多的钱 因为主告诉我要用什么 要用在哪里 我就在主面前一直流眼泪 弟兄姊妹 这都是我们生活里面都会碰到的事情 我不是说都要这样 很多的小事 在最小的事上 我们都可以学习 先让他举首位 你会发现神后来给我的 神后来给我的祝福 从我出来蒙完全时间服侍主 虽然的确经过很多的艰难 很多的surprise 很多的惊讶 我曾经说过 我第一个月收到的奉献 等于我那时候一天的工资而已 因为我们那时候完全凭信心的 完全是个人包的 我整个月收到的奉献 只有我从前一天的工资都还不到 真的是吓到了 但是你让主去守卫 你会发现主真的从来不亏负我们 一路上恩待我们祝福 我是隔了十五年才讲这个见证的 因为我不希望让弟兄姊妹觉得我在叫穷 而且弟兄姊妹真的很爱我 只是他们没想到 没想到我们家还有这么大的需要 但是我们就是凭着信心走 凭着信心走 学习让主在凡事上举首位 我们要在凡事上举首位 但是差远 真的是差远 在家庭生活 孩子的生活 教会的侍奉 我们差远 但是主要得着的 就是要叫我们在凡事上让主举首位 连我们在教会的侍奉 教会安排这个服侍给我 我到底能不能谦卑地接受 我记得有一次我请一个拿到博士学位的弟兄 我请他负责教会的维修 他非常的shock 他很惊讶 他问了我起码两三次的在不同的场合 他说于弟兄你为什么会想到叫我做这个服侍 我说我就是想培养我们服侍主的性格 你怎么样子能够走出自己 在地上有这样子的成就 要别人都听你的 你学习来到神家 你要配搭 你要舍弃 你要去做众人不想做的事 你要去跟那些叫都叫不动的人一起配搭 然后去磨我们的性格 在主里面学生命 刚开始他不愿意接 他几次的都为难 不明白 后来他愿意接了 我们肯不肯在很多的事情上 让主在我们身上举所谓干干净净的 主要什么就要什么 像在孩子的教养上 我刚才已经举例子了 所以在我们的孩子读中文学校的时候 中文学校常常只有礼拜六礼拜天办活动 好几次中文学校办的活动是礼拜天 而且就是早上 我们都去跟家长都去跟学校讲 我说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决定不会在礼拜天让孩子来参加 我希望你们将来拍节目的时候 能够尽可能拍礼拜六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知道 是他们要来听我们 不是我们要听他们 我也鼓励弟兄姊妹要去跟学校讲 不然的话变成中文学校要开会 所有的孩子们都不来了 家长都跑去参加了 那是到底谁是主 所以我们就是跟学校送一个很清楚的信息 你们要办活动 挑礼拜六 我们基督徒就可以参加 你挑礼拜天 我们就是不参加 不是我们不想参加 不是我们不支持 而是你干涉了我们 在宗教上我们的需要 我觉得这些信息就是要送出去的 那不要说中文学校了 今天很多弟兄姊妹 孩子们这个birthday party 马上就去了 就不来聚会了 我觉得我们到底在给孩子们送什么信息 我们到底在教导孩子们什么 都在我们很小的事情上表达出来 奉献舍不得 但是我们自己买东西的时候都要买最好的 到底我们在表达什么信息 到底我们在做什么见证 以前我说过 现在的人结婚送礼 还送的都比较丰富一点 我们早期 你看我那是79年80年来美国 我们早期婚礼送礼物的时候 美国人都是送烤面包机 所以你结个婚拿好几个烤面包机的 中国的弟兄姊妹 因为是教会 那时候基督教的书店又很少 能够买到中国的礼品更少 所以很多人送众礼的时候 送都是很难得的礼物 都是回台湾 香港 或是难得在美国的一个基督教书店找到的 就是那个匾额 基督是我家之主 所以有时候你结婚 你会拿到三个或四个基督是我家之主 所以客厅挂一个 厨房挂一个 卧房挂一个 这个什么地方 玄关挂一个 然后你就发现 常常夫妻两个就站在基督是我家之主的牌子底下 在吵架 Who is the boss 该你听我还是该我听你 还是该听小孩的 小孩哭完全知道他 今天其实很多的时候 我们那时在讲课的时候引用了别人一个图画 就是夫妻两个在吵架 大吵大闹 在那边讲Who is the boss 谁是老板 夫妻在吵架指着彼此 那个太太比较矮 所以就放了一个凳子在底下站起来 跟丈夫可以手平着手吵 然后小孩在旁边 奶瓶倒在旁边 他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三个都在争Who is the boss 这是这个世代的家庭的写照 弟兄姊妹 到底是Who is the boss 谁是老板 谁是头 所以要在凡事上 我们就开始用 好不然就开始试着操练 试着在一些事情上 我们就学习 从前没有的 我们现在开始让主居守卫 假期的安排 钱财的使用 时间的使用 恩赐的运用 在神家的服侍 在人际的关系上 都让主居守卫 我不是去讨你的喜欢 所有人际关系中间 要有主在其中 不然你今天最好的朋友 明日可能成为 最伤害你的朋友 真的 如果主不在其中 今天你最敬仰的一个人 你最喜欢的一个人 有一天可能是 最绊倒你的人 所以一定要让我们 跟任何人中间 一定要有基督在其中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再有名的传道人 你再敬仰的人 再佩服的人 如果有一天他犯罪 他跌倒 你会伤心 你会为他祷告 但是你不会倒下去 因为你跟他之间 有主在其中 你知道所有人都是败坏的 没有基督 什么事情都会做的 你不会随便跌倒的 第三个 在我们的经历中 我们认真地去体会 有没有让主居守卫 带来不同的结果 是什么 这是我刚才说的 自己去尝试尝试 你让主居守卫 你就发现神祝福我们 最好的经文 最好的教导 就是在十篇十六篇 我非常喜欢十篇十六篇 十篇十六篇 第四节告诉我们 凡是用别的替代耶和华的 他的愁苦一定加征 所以你如果不让主做主的话 在我们身上一定有一个结果 就是你的愁苦一定加征 在你这个爱情里面 这个人际关系里面 如果主不是主的话 他一定给你带来愁苦的 在你的事业追求 在你的工作上 在你的职场上 如果主不是居守卫的话 工作会成为你的压力 成为你的捆绑 成为你愁苦的原因 如果在我们的侍奉里面 不是purely and holy for God 不是那么单纯 全然为主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侍奉 也会给我们带来伤害 必须要在每一件的事情里面 你开始去用 所以十六章第四节讲到 凡是用别的替代主的 他的愁苦加征 但是到了第八节 他说我将耶和华 常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自动摇 底下就说到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安然居住 而且在他的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在他的右手中 有永远的福乐 你发现那是一个大的对比 不管我们的心不在摇动 我们是一个非常稳 成熟 老练 不变应万变的那种 稳定的生命在我们身上 而且我们的心欢喜 灵快乐 肉身安然居住 在他面前的喜乐 是满足的喜乐 在他面前所蒙的福 是永远的福 都不是短暂的 都不是贫乏的 而是满足的 而且是永远的 所以他会把这两个对比 摆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我们自己去体会 自己去体会 你试试看 当你真的把主摆守卫的时候 带来的喜乐 带来的祝福 带来的不同的结果 跟你不肯让主居所谓 带来的结果 你自己去体会 What's the difference 本身就会让我们里面 产生一个不同的觉悟 会让我们愿意 更多更多地 让主来居所谓 不然日光之下 真的是全是虚空 真的全是虚空 你今天得了博士学位 你高兴得不得了 快乐可能两天就没有了 你发现来到教会 旁边的人不仅是博士学位 人家是超博士 你是San Diego的博士 你旁边发现 都是Berkeley的 跟Stanford的博士 永远比不完的 对不对 我甚至讲过那个弟兄 为了一个小公寓 高兴得要死 当医生的 不需要再开车的 在纽约 不用find traffic 他天天为了他公寓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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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有一天到了 他另外一个同事家 发现他的房子 这么漂亮 是豪宅 光厕所都比他的 那个studio还要大 尤其看到他那个卧房 是那个扇形的床 全部都是历史的音响 他放音乐给大家听 那个轻音乐 后面还有火车 从第一个车厢 开过去 大家人都羡慕得不得了 躺在床上 上面天窗 可以看星星 看月亮的 他说他那天 回到他自己的小studio的时候 他连进去都不想进去 昨天还在感谢 今天不想进去 所以你要知道 你用别的指要来取代主 那个快乐是进不起考验的 说走就走的 可是你真的让主举首位的时候 我们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 满足跟踏实 那是这个世界不能给的 这个世界不能夺的 让主举首位 你自己去尝 所以在挑战上面 我读两节经文就好 我们就结束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 主耶稣说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第一件事情就讲到 要单一 要专一 不是 要单纯 要专一 主说不能侍奉两个主 请大家注意 主是讲说不能 不是说不义 不是不容易 一个人很难侍奉两个主 这不是主的话 不是容易不容易的问题 是能不能的问题 主根本不准我们侍奉两个主 而且在reality里面 你不可能侍奉两个主 你会说我可以 那你比主耶稣还大 主耶稣说不能 不能侍奉两个主 所以侍奉主的事情上 要专一 要单纯 第二个 他说不是恶这个 恶这个 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 亲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那么在罗马书六章十六节 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 做奴仆 顺从谁 就做谁的奴仆吗 或做罪的奴仆 以至于死 或做顺命的奴仆 以至于诚意 那圣经上只告诉我们 有两个主人 不是主 就是主以外的 这个主以外的 可以是世界 可以是罪 罪做你们的主 可以是我们的老亚当 老己 self-centered 是我坐在宝座上 我自己坐在宝座上 什么都要照着我的方便 我的看法 我的喜好 我的在乎 所以最常跟主抢宝座的 其实是我这个人 但是在神的心中 只能有一个主 因为宝座只能做一位 所以不是主 就是主以外的 它可以是世界 可以是肉体 可以是自己 可以是老己 所以在这里讲到 让主去所谓的挑战 第一个单纯专一 第二个 要把自己爱中奉献给神 是为了爱的缘故 所以从前有一个黑奴 长得最高高壮壮的 大家都想要买它 因为它最好用 因为力量很大 有一天 他又被在一个主人 拿到市场上 又来卖的时候 因为他力大无穷 大家怕他造反 所以手上都是 给他绑着手铐 脚上绑着脚铢的 然后在那里拍卖 就在他这一生里面 已经被拍卖过好几次了 因为他的价格实在很好 因为他体力高大 魁梧 力大无穷 所以大家都想买这样子的人 那一天当他又在 被这个主人拿出来卖的时候 大家都在抢 都在出价 都在出价 结果有一个人出了最高的价 把他买下来 买下来以后 这个人就到这个黑奴的面前 当着他面 把他的所有权状交给他 然后把他的手疗脚铐 全部放掉 那个人说 为什么 他说 因为我知道你这一生 受苦受够了 我愿意出仲家 买你的自由 你带着这个 以后没有人可以再抓你 你走吧 哇 那个人高兴的 谢谢他 然后转身就走了 走了一段路以后 这个人突然回来 去追那个买他的人 回到他的面前 他跟他说 我跟你回去 他带着眼泪 跟这个主人讲 从来没有一个人 这样子对待我 别人都把我当东西 别人都把我当做一个奴隶 来对待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爱我 我愿意这一生甘心地来服侍你 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爱 赢回来的人 今天我们让主举首位 愿意让主得着我们 不肯今天我们看到他的地位 他是主 我们要做见证 让他做主 而且更是因为在爱中 基督的爱激递我们 他替我们死 我愿意为他活 而最后 讲到信而顺服的态度 我们因为信他是主 所以我们让他做主 真实的信心一定有行为 而最直接的行为就是顺服 因为圣经上信而顺服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当我们真让主举首位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愿意凡事上来顺服他 所以让主举首位 不能够成为一时的冲动或感动 不能够成为一个口号或是一个心愿 他必须成为我们的lifestyle 成为我们生活的方式 成为我们生活的态度 也必须成为是别人看得见的见证 让我们一起来学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学 让我们祷告 结束了 主 我们再次谢谢祢在我们身上丰富的恩典 祢实在不是用暴略 用强暴来当我们的主人 祢实在十字架上舍了自己 为我们留学生命 用祢的爱 来折服了我们 主啊 借着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祢实在是万有的中心 祢是一切的元首 但是也让我们在爱中 甘心乐意地来尊主为大 让祢在凡事上举首位 主啊 但愿这些话 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带来改变 当我们在我们的情绪 在我们的生活 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的侍奉 甚至在我们的思想言行中 祢都来举首位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祝福祢的教会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